我們再補充一下 如果您覺得它這個預設的色系 因為我們剛剛是不是選了那個什麼 就是右手邊這個布景主題之後 它不是就變了嗎 有沒有變成中文之後 它這個色系包括這些顏色都變了 那如果你覺得我要中文沒有錯 可是我要類似我要制定的 您可以怎麼樣呢 除了我們剛剛在上面這邊 你可以很單純的 直接在這邊再選個顏色 或者選個背景以外 你可以在最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Advanced 進階的 進階的 那你可以從這邊把它按一下 你來告訴它 你看我的大標 試標 內文 有沒有一個預設的顏色 還有呢 我們待會兒比如說你那個背景的顏色 還有那個 待會兒這個 每一個簡報會有一個框的 框的顏色 或者你箭頭的顏色 這些都可以改 都可以設定所謂的預設值 預設值 但是呢它有個小缺點 這裡只能選字體嘛 字體中文比較沒什麼好選 就是主要以名體為主 以名體為主 其他就中文就比較少 但是 顏色的部分可以改 可是呢 你點了它不能改 它直接用什麼 用RGB的值 那你這樣子其實 應該老師不會特別去記 RGB值是多少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借助一下小畫家 來 我們小畫家如果你要選顏色的時候 點一個 你可以點兩下 再這裡點兩下 有沒有一個定義 自訂色彩 點進來 你就挑一個你覺得你比較喜歡的顏色 請問右手邊有沒有RGB的值了 這樣就有了 你就可以把這個值打進去 那你在這邊打進去之後 它就是所謂的預設值 也就是你每次進來 我就是固定都是 比如說這個淺藍色的 你就不用在那邊改 好 就不用在那邊改 所以這個是 您可以透過這個方式 那如果你覺得 我改完了之後 嗯 可以 這裡 這裡有一個比較簡單的 那通常我們會用進階的 好 那如果你覺得說 可以了 你也可以把這個把它儲存下來 如果你有修正的話 也可以存起來 有沒有 存起來 然後呢 就變成你自己 預設的這種所謂的那個範本 但是呢 免費的最多 可以五個而已啦 我都已經緊繃了 好 我都已經緊繃了齁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OK